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兩個指數首次超越加權指數 當時就要超越了一個黃金交叉 兩個指數就是一個黃金交叉 經過了31年之後,10年河東,10年河西 不知31年,不知是河東還是河西 加權指數台灣的 亦都跟恆生指數有一個黃金交叉 這次就是加權指數超越 恆生指數 昨天已經超越了 今天收市的時候 台灣的加權指數是 17370.56 升了29.31 升了0.17% 恆生指數繼續下跌 收市是16993.44 下跌了360.7% 下跌了2.08%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就說 股票的東西當然有升有跌 怎麼會止升不跌或者止跌不升 台灣的加權指數超越恆生指數 有什麼出奇呢? 為什麼這麼大驚小鬼呢? 重點就是 三十一年來 在三十一年前 恆生 超越了加權指數之後 香港的股票一直走高 雖然有上有下 不過總的趨勢來說都是走高 但是台灣呢 一直都超越不了香港 現在第一次超越 所以我認為意義 是非常之重大 好了,在台灣 在香港就沒有什麼 討論這個問題 台灣有很多的分析 很多的分析 很多的分析 例如 那些官員 當然很開心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說 台灣股票指數超越香港的股票指數 報告者說明 我們的經濟確實在發展上相當不錯 因為股票實際上就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廚窗 這個說法還未夠深刻 但是 很快就選舉了 明年初就選舉了 對於民進黨的選情來說 經濟向上 經濟向上 一定是有幫助的 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很多不同的分析 譬如 為何 台灣的經濟 會那麼好呢 香港經濟會那麼 跌得那麼緊要呢 其中我的說法就是 胡國神山 就是 這個晶片 譬如 他講台積電 有人認為台股能夠超越港股 是靠 胡國神山台積電 一間公司撐起 但是有些學者的分析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不認同這個說法 他說真正的原因是台股結構裡面 資訊科技股的比例 達到六成 所以呢 不是一間 是有六成那麼多 相反地 香港的恆子 成分股 或者 其他的上市公司 是以什麼呢 是以金融和地產為主 沒有什麼製造業 沒有什麼先進的製造業 此消彼獎 如果是用高科技的股票 現在高科技全世界都很吃香的 晶片是很吃香的 很搶手的 那當然會升 經濟不好的股票也會升 經濟不好也會升 因為晶片沒有辦法 一定是全世界都需要的 搶得很厲害 但相對地 金融 和地產在香港現在 中國大陸不行 香港也不行 兩者不行的話 就自然會導致恆生指數 下跌 當然有些 是這麼說的 就 跟 台灣的 主權有關 比如好像 財訊傳媒的 董事長 謝金河 他的說法 在他的Facebook 說 台灣和香港最大的差別 在於主權 當然他可以這麼說 他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說可以選總統 香港就是從殖民地回歸中國 只能看北京的面色 政治和經濟自由度 當然是 一落千丈 我自己 怎麼理解呢 我們再聽聽 不同的分析 先 看得到 這個黃金交叉 是為什麼會出現的呢 就是這樣 其實台灣的股票 在 疫情之後 開始 直至上升 不斷地攀升 這個 台積電 只是帶動整個股票上升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正如台灣的學者分析 台灣的高科技股 台灣的股票的成份 佔六成那麼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港股一直在跌 在2月份的時候是22000多點 每個月一直在跌 近這兩個月 在17000點那裏徘徊 然後 這個禮拜開始跌了 跌了幾百點之後 收市到 1700多 剛才提到的謝金河的說法就是 台灣的政壇南白盒仍然充滿吊詭變數之際 台灣的股匯市 走出令人瓦意的新格港 他說他在2019年的時候去日本參訪 曾經預言過台灣的加權指數會超越香港恆生指數 當時 我說這番說話 香港恆生指數是領先 台灣的加權指數超過2萬點 看來台股和港股的交叉 變成一個全新的 大時代 在台灣的一些 這個股票或者是經濟的分析家他就是這樣說的 這個是一位 叫做孫家 孫家瑞的 這個金融從業員 他在媒體上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東方之珠的香港 這三十年來經濟從衰退到繁榮再衰退 再繁榮 從繁榮再衰退 股市是經濟的儲倡 這三十年來香港的經濟 和中國的經濟 和伏相依 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之後 和中國快速的經濟起飛有關 5.5年的經濟計劃 人民幣升值 帶動 和上證指數 即是上海 起仗 將中國和世界工廠 變成為世界市場 但是台灣一開始就有階級容忍 的政策和政治紛擾 漲跌幅限制造成台股果足不前 說到一萬二千多點 始終是遙不可及的 天險 但是這十年來 很大的變化 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 非但沒有給參與的國家實質受惠 更沒有人因此用人民幣國際化 從2018年開始 美中貿易戰打開之後人民幣開始變質 香港恆生指數開始下跌 加上中國 在香港製出國安法 香港的政經開始變化 內資出走 外資脅暴 一國兩制不在 2020 新冠疫情大爆發之後 中國和香港經濟 雪上加槍 再加上恆大逼桂原地產重挫 使得香港經濟江河一下 台灣是怎樣 台灣這十年來 陸續 減低對中國貿易的依賴 和中美貿易戰加強 和美國的連結 尤其是AI半導體等科技市場 更在新冠疫情保持和中國的距離 使得台股在全球 通貨膨脹肆虐的同時 能夠亮眼 台股 超車 港股意義重大 代表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在過去對中對美的政策是正確的 除了證明一國兩制不可行 中國不可信之外 伊美絕對是比伊中有利 他說 這位朋友是一個藍營的支持者 他自己說 我是一個藍營的支持者 但是 我找不到 我不得不對 蔡英文總統 尤聰的感謝與佩服 其實做對的事 走對的路 對一國的影響 竟然如此重要 於是他就這樣說 這位金融從業員就說 這個政績對賴清德參與2024年總統大選絕對有正面的幫助 我引述了台灣的官員 台灣的媒體人 以及金融從業員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是怎樣看這件事呢 當然如果你是主張台灣獨立的話台灣有主權 當然你說這個跟台灣的 就是 這個獨立自主 這個主權很有關係 我如果不從政治的角度去看 我純從經濟的角度去看 其實他們說都有他的道理存在 就是 很簡單 就像 施老闆 施永青的說法 究竟香港 將來經濟走的那條路 是還要 跟著歐美的路線去走 依賴歐美 還是依賴一帶一路呢 這個觀點很重要 台灣 在經濟上 當然在政治上 軍事上 等等他都有自主 在經濟上 過往一段很長的時間 國民黨統治的年代也好 即使是 這個是幾十年累積下來 過去三十年累積下來 台灣的經濟是依賴大陸依賴得很重要 很多台商是大陸設廠的 也都依賴大陸的市場 你知道大陸現在 動一點就說要限制 不准你的菠蘿 鳳梨來這裡 不准你這樣來這裡 不准你的石斑魚來這裡 於是 你就叫救命了 慘了 市場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然後大陸說 你文進章上了台 上了台 我有些人 大陸的人 我不讓你來台灣旅行 台灣的觀光業 就落千場 其實 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個錢幣的兩面 是雙人的 是吧 你傷了台灣 亦都會傷了自己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當大陸 對台灣經濟施加種種限制的時候 台灣人就要想 我要繼續依賴你 我們有政黨輪替 大哥 不是經常都是國民黨 藍營贏的 民進黨贏的 不是PK 我全部依賴你 於是台灣人就去想 我是不是要將我的市場 將我的 這個 觀光的市場 這個旅遊的市場 我將我的出口的市場 要多樣化 多元化 然後才令到 我的經濟不會受制於你呢 這些 就不是政府 呼籲就做得到的 這些是要民間自己去 去想 很簡單而已 我那些 奉你 如果我的80%是輸去大陸的 你大陸一按問我就死了 於是我就想其他方法 你要台灣吃 吃個菠蘿 很棒 日本人也會買 其他國家也會買 我將市場多元化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就不會是 單一依靠某個市場 無論它是從政治的角度 經濟角度 去影響你的話 影響都不會那麼大 這就是台灣這幾十年來 吸取的教訓 再加上 台灣有自己的製造業 是吧 就像這位金融從業員說 你的晶片 AI晶片很重要 而且AI晶片 全世界 全世界都 都搶手的 美國是很 很需要的 所謂醫美不醫中 對台灣來說 經濟的發展 是有一個相當大的 比喻的作用 這個教訓就是 第一它有自己的製造業 不是那些虛虛浮浮的金融 地產 是有自己很實質的 生產一些東西出來 令到經濟可以上去 令到就業人口可以增加 那都是高科技高增值的東西 這個就是台灣經濟 過去那幾十年 尤其是 蔡英文 上場之後 被大陸的經濟限制得那麼重要 台灣人 包括民進黨自己想出來的 這個靈活變通的辦法 令到台灣的經濟 那個底氣 那個基礎 是打得很穩固的 相對香港 過去幾十年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件事 越來越依賴大陸 在經濟上 你們在香港 睡在這裡也賺錢的嘛 那些賣奶粉的 賣藥妝的地方 是不是 你看看門面 嘩嘩嘩 垃圾都很多人買東西的 沒有問題的 你不思進取 零售不知進取 餐飲不思進取 沒有任何的花樣出來 因為大陸要求不高 一人都一口水 以前都這麼說 十四億人 一人都一口水都淹死你 那時候我記得 可樂 一直都不讓進入大陸 最早那個聯絡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後來進去 我記得 我訪問過一個人 就是他 是香港人來的 就是和可樂公司 打入大陸的市場 哇興奮到不得了 一人喝一瓶可樂 可樂已經發達到不得了 那你現在這樣 不需要想其他事情 香港現在就是 過去那幾十年就出現這個情況 依賴單一的市場 所以他們在 經濟上面是 不需要有任何的想法 不需要有任何憂慮 餐飲不需要想 零售不需要 旅遊不需要想 甚至地產房地產也不需要想 大陸的富豪來買樓一掃 成棟 幾層樓掃了 然後 股票也不需要想 靠大陸就可以了 所以 過去那幾十年來都是 靠大陸就發達 好 但是大陸這個市場 大陸這個經濟體 一旦倒閉了之後 你現在的官員都是這樣說的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背靠祖國 現在祖國 自身難保 那你怎麼靠它呢 這個靠山沒有了之後 怎麼辦呢 你香港 靠大陸的所有國行國 都靠大陸 一旦大陸的經濟好不行 大陸的基礎好不行 你香港的經濟就 一直倒下去了 所以 此消彼掌 台灣一直在升 因為他面向 真是面向世界 即是聯通世界 香港呢 就一直這樣跌 那個分別 再加上 雪上加上的地方 就是 那個政治的收緊 全面的收緊 這幾年是急速 沉淪下去 那你外資自然就會卻步的啦 我昨天說過 就是 有不少的香港 這個國際的大行 視 香港和大陸沒有什麼分別 越來越模糊 那你不就走 最大的分別 就是我覺得 就是 無論是將來民進黨上台 國民黨上台 這個也是對台灣來說 一個很大的教訓 其實全世界 這個都是common sense 不過就是 當局寫為 common sense是什麼呢 在經濟上面 你是依靠單一的市場 依靠單一個經濟體 去幫你 去死硬 因為 經濟有周期 人有三水六旺 經濟都有三水六旺 你單單依靠它 你是完全沒有運行的 現在就看到 這件事 當然也會有些小分和恐怖 馬上會幫我 我知道 豈有用什麼 令到台灣 香港恆生之數超越台灣之數 很簡單 就是 弄幾個導彈演習 就行了 台灣的股票一定會塌 當然會 一定是會 你說打過去 什麼都沒有了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不過你負 負的代價就會很大 會引起地緣政治的緊張 中美關係的緊張 你可以這樣做 所以 香港的股票跌得這麼交關 是它自己的體質出了問題 它的經濟的策略出了問題 不是今天開始 今天是雪上加霜 踩多一腳 在過去幾十年 已經累積今天的情況 預視到今天的情況 而台灣的股票上升 亦都不是今天 突然間升的 不是虛的東西 而是它們實質 累積了 很長的時間 它的經濟基礎令到它升 所以經濟基礎 相對是比較穩固的 香港的虛弱的情況 是很難扭轉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yson 繼續支持我心直有快搶路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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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